新华社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经表决 决定免 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政治局委员 扬外事办主任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秦刚担任外 仅仅7个月 成为中国史上任期最短的外长 但他 然保留国务委员的职务 69岁的王毅 曾任外交部 10年 重返第一线 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6月25日 建访华的越南 斯里兰卡外长 以精神引一个月 引外界诸多猜测 7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会 记者提问时说 秦刚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席在印 举行的中国 东盟外长会议 由王毅代替出席 57岁 秦刚 1966年3月出生 天津人 曾任外交部发言人 祝英 公史 新闻司司长 李斌司司长 2018年 升任外交部副 长 2021年7月 接替崔天凯 担任驻美大使 去年10月 他在 共20大当选 中共中央委员 去年年底 接替王 担任外交部长 成为60多年来 最年轻外长 今年3月 刚担任国务委员 并肩外长 成为国家领导人 看 三集跳 创下官场传奇 星岛头条 App经已推 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